让我们一同翻到十字寻传第二章 十字寻传第二章 我们带着一个祷告仰望的心 读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 我们带着一个荣耀的盼望 让这个五旬节的经历成为我的五旬节经历 你个人的personal Pentecost 好 第二章第一节一同来 五旬节到了 门徒都聚集在一处 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 好像一阵大风吹过 充满了他们所做的污子 又和舌头如仿叶显现出来 分开乐在他们个人头上 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 满着圣灵所示的口才 说起别国的话来 那这段经文 不但是初代教会的经历 也是特别是 二十世纪初 五旬节复兴运动 许多弟兄姊妹的经历 从这个 阿苏小节的大复兴 1906年 所谓五旬节运动 灵恩的第一波 到了60年代 灵恩运动 所谓第二波的复兴 然后到70年代 80年代 所谓第三波 第四波 一波一波的复兴 带来许多教会的复兴 许多得救的人数 而最奇妙的一件事情 二十世纪初 整个的欧洲跟美国的教会 经历了一个非常可怕的攻击 是什么攻击 很多大的宗派 一个一个一个倒下来 什么的攻击 我们说在神学上 从二十世纪初 有一个什么神学出现 心派神学 在这个心派神学里面 他们批判圣经 提出所谓的底本说 text of criticism 波西五经 布希莫西写的 是几个不同的作者 你们读旧约 学到了吗 JEDP 还记得吗 J 是用耶和华的这个名字 就是J版本 一 用的Elohim这个字的 是一版本 是另外一个作者写的 第一 Deuteronomy 基斯系统 要基斯背景的写的 不是波西写的 所以 批判圣经的权威 批判圣经 认为圣经有很多的错误 只是一个 人的宗教经验的一个记载 也否认 四福音里面 关服耶稣基督的福活 耶稣基督 道成肉身 甚至耶稣所行的神迹 都是希腊神话 所以你要读四福音的时候 要除神话 把那个mythology要除去 要把里面的精神 把里面的爱读出来 也是所谓的心派神学 这个心派神学 太厉害了 影响了欧洲大部分的教会 美国也差不多有 快一半的教会受影响 每个大宗派 都是受到心派神学的影响 从威力公会 从金信会 从长老会 所有的教会 叫做不信派 在教会上 他们传讲的是什么呢 就是讲爱心 道德 耶稣在释迦爱的榜样 等等 所以整个的 美国教会 欧洲教会 整个走下坡 但是感谢神 都在心派神学 否定神迹 否定耶稣 道德人入圣 神在洛杉矶 阿苏沙街 神知己亲自降临 圣灵大人的降临 用神迹奇事 见证所存的道 你们说没有神迹 但是就在 许多被圣灵充满 经历圣灵的近的教会 五旬节的教会 许多的神迹奇事 福音大爆炸 所以我们真的感谢神 没有这个五旬节运动 灵恩第一波 第二波 第三波 整个美国的教会 可以说会被心派教会 心派的神学 完全带到放凉的警戒 今天这些讲心派神学的 人数还是很少 越来越少 但是神兴起了 被圣灵充满的教会 福音广传 那特别我们上礼拜 提到圣灵的恩赐 九大的恩赐 还有以赴所说 第四章的什么 五大 十分的恩赐 使徒 先知 牧师 传福音跟教师 那我们今天要翻到我们的讲义 十二页 我刚才问了 你们的讲义是在十二页 我们做一个很简单的overview 究竟过去这一百年 五旬节灵恩运动 他们的优点是什么 缺点是什么 这个我们打了一个底 然后我们再进到 这个五旬节灵恩运动的根源 跟他们的发展 都找到吗 灵恩派的弱点 看到这个指头吗 Vick points 弱点 十二页看到吗 那第一个他们的问题 认为什么 圣灵充满 或者灵静 必须要讲放言 特别 我们上礼拜已经分析了 圣灵充满 其实在原文是什么 两个不同的字 Primprimi 跟什么 Piroo 我们再来读一次 Piroo Piroo 是一幅所书 五章所描写的圣灵充满 是观伏什么充满 爱的充满 美德的充满 道德的充满 能够 口唱心和 彼此顺服 能够做智慧人 是属于美德的充满 那《使徒行传》里面 人用的充满 Primprimi的充满 大部分是观伏什么 恩赐能力的充满 而且我们好好地看几段经文 在《使徒行传》里面 其实只有 第二章讲到圣灵充满的时候 是讲放言 提到很多的经文 提到圣灵充满 都没有讲到放言 所以圣灵充满 不等于讲放言 所以我们来看 这种能力性 恩赐性的圣灵充满的彰显 其实很多方面 我们先来看 第四章 三十一节 好 三十一节 来 祷告完了 聚会的地方震动 他们走都被圣灵充满 放胆 讲论 神的道 所以 这里没有提到放言 看到吗 所以这里是 道的充满 不到能力的充满 放胆 讲论 神的道 再读下去 再看 这个 第九章十七节 第九章十七节 好 一会来 亚来的亚就去了 进了哪家 把手按在扫罗身上 说弟兄扫罗 在你屋上 向你显进的主 就是耶稣 打发我来 叫你能看见 又被圣灵充满 扫罗的眼睛上 好像有灵 立刻掉下来 他就能看见了 好 看到吗 扫罗被圣灵充满 这里有没有记载他讲放言 没有 但是 这里圣灵充满 那个彰显是什么 嗯 他的眼睛怎么 看见了 得医治了 是一种 医治能力的彰显 没有提到放言 再往看 我们再看第十三章 五十二节 十三章 五十二节 一同来 门徒满信喜乐 又被圣灵充满 所以圣灵充满 这里的彰显是什么 一种喜乐的能力的浇灌 一种喜乐 所谓 现在他们叫做Holy Laughter 被圣灵充满 一直盛效 有点类似这里 充满着喜乐 所以我们得到一个结论是什么 圣灵充满 不等于什么 放言 那我们上礼拜也讨论过了 还记得 这个三小情吗 这个 灵敬 充满 放言 记得吗 所以 灵敬 不等于圣灵充满 不等于讲放言 圣灵充满 也不等于 讲放言 那么灵敬 最好的定义 还记得吗 关灵敬前书 十二章 第几节 十三节 我们都 从一位圣灵 受喜 成为一个什么 身体 灵喜 或者叫灵敬 关乎到什么 与基督 奥毙 圣灵的联合 所以关乎到 我们能够 在基督里面 成为心造的人 领受基督头 一切的恩典 公义圣节 成为我的 公义跟圣节 这个是灵敬 最准确的定义 但是呢 关乎到这个 灵敬的定义呢 也有一个的解释 我们翻到 十六行传 第一章 这是主耶稣应许 你们 不多几日 你们要受什么 圣灵的喜 看到吗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圣灵的喜呢 我们回到马太福音 或许我看 我们就直接看 路加福音第三章 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关于灵敬的一个依据 很好 坐前面来 前面都是空的 好 我们看路加福音第三章 十六节 一同来 看看路加用这种 mening 但是 让我去 赛 棏 用水 五旬节宗派的人呢 他们特别解释这个经文 就是强调是用什么 圣灵与佛 他强调这个与呢 是两种的圣灵的经历 圣灵的经就是五旬节 圣灵的降临 带下基督的身体 没有错 官复道得救 官复道过临多前书十二章十三节那个定义 但是呢 经里也有一个叫佛的经 圣灵与佛的经 你把这个与这个conjunction拆开 变成是什么 两种的经历 两种的经 圣灵的经跟什么 佛的经 圣灵佛的经 他们认为这个是官复道 放眼的问题 就是五旬节的时候 圣灵不是想 仿佛是佛印的舌头吗 降在人的头上 他们都怎么 想放眼 所以这个佛 这预表这个佛的经 官复道放眼 所以呢 也有灵恩派他们 从 路加福音第三章 这个根据 来带出 我们要 经历 圣灵佛的经 你看这是耶稣的允许 透过四十月汉 耶稣在十月汉第一章 也讲不到这个问题 所以你不是单单经历 圣灵的泪住 把你进入基督的身体 官复的得救 这是圣灵的信 但是不要忘了 你要什么 佛的信 就是圣灵如同 十度的佛印 降在你的头上 你就被圣灵充满 他们说这个就是佛的信 你要经历这个 有两种 看到吗 语嘛 语是 分了两个是吧 对啊 他们的解释是两种 但是一般的 福音派 或者甚至有很多的 五旬解派 不把它就能够分 来试试 圣灵的境 会有佛的记号 让你看到 这是指同一件事情 但是 鼓励追求 灵静讲方言的 他们都把它拆开 这个叫圣灵佛的静 官复到什么 方言的问题 找出一个圣经的依据 如同神召会他们 鼓励说 灵静一定要讲方言的 你不讲方言就没有灵静 那 为什么要追求灵静呢 他们就从 这个经文把它拆开 找出一个圣经的根据 你不单单 要经历 哥林多前书十二一章 保罗所讲的灵静 圣灵的内住 与基督的联合 同时要经历 圣灵 佛的静 官复讲方言 官复 恩赐能力 这是他们的一个说明 把它分开 那我们得到一个结论 假如不是把它分开的话 灵静只有一种的话 我们上礼拜讲过了 灵静带下方言 这个方言的目的是为了什么 还记得我们提到 彼得 为哥里留他们一祷告 圣灵就什么 降下来 讲方言 对不对 还记得吗 这个方言是一个什么记号 是用来见证圣灵真实的 同样的临到外邦人 外邦人的教会正式诞生了 没有这个记号 不知道底下是什么野种 所以彼得才能那么勇敢说 圣灵如何降在我们身上 同样的降在他们身上 难道我不能给他们受洗吗 你懂吗 还记得我们用了一个 很重要的英文字叫 authenticating sign authenticate 认证 显证 或者放到显明的显 证据的证 圣灵降临 他们 啪啪啪的讲方言 如同五旬节 圣灵降临 教会诞生 同样外邦人的教会诞生 同样有这个验证的记号 用方言 见证 圣灵 教会真实的诞生 在他们当中 也是见证 懂吗 不是像一般的恩赐 见证所存的道 方言几件事情 无论 在史诗经约第十章 后来到了十九章 保罗 一祷告 这些是约翰的门徒 他们 讲方言 显证 约翰 悔改时代 悔改之理 过去了 圣灵与佛 耶稣的救恩时代 临到了 圣灵的时代 临到了 所以都是 显证 好 所以回到我们的讲义 第一点 他们认为 临近等于讲方言 或圣灵充满 必须要讲方言 这个基本上 没有很强的圣经根据 但是 圣灵充满 其中一种章学 可能是方言 那么 甚至 你从 《歌领的诠释》 十四章 我上上礼拜讲到 你在 灵祷告里面 方言祷告里面 造就自己 到一个地步 而怎么 被圣灵充满 懂吗 其实 这个方言祷告 用灵祷告的能力 如同马口福音 十六章所进去 信的人都有这种能力 说信他 如同保罗说 你可以用悟性祷告 你也可以用灵祷告 只不过 我们很多时候 没有这种认识 也没有这种的 好像的 表达 常常常这个表达 是要在 所谓的 灵恩聚会里面 或说 哇 达正顿在讲方言 在聚会里面 哇 圣灵的运行 非常能力 把这个方言 蹦出来 其实 你自己平行心 也可以进入 方言祷告 甚至是 在这个方言祷告里面 你被充满 你被神的能力充满 其他的恩赐 都会彰显 异病的恩赐 知识言语的恩赐 智慧言语的恩赐 都会彰显 所以 我们要从这个角度 来看这个 圣灵充满 方言 灵敬 这三个的关系 而不是 像神召会 极端的 比较极端的说法 灵敬 一定要讲方言 你没有讲方言 就没有受灵敬 甚至呢 在台湾 在东南亚 香港 有个叫新月教会 听过吗 原来是在香港 一个明星 叫江端宜 有听过吗 他建立的 这个新月教会 甚至他 极端到说 你没有讲方言 就没有得到灵敬 没有得到灵敬 等于 不得救 你只是停留在 好像四十月汉 悔改的 谁 你没有进入 圣灵与佛的 喜 你不得救 跟基督 救恩 没有关系 所以 你一定要讲方言 方言不在 不单单是 灵敬 能力的问题 还能灵敬 得救的问题 所以他们新月教会 每个人 哇 屁不发 我讲方言 有一次我在台湾 在读书的时候 遇到他们新月教会的人 都跟我辩论了很久 然后就把我带到他们教会里面 第一次参加他们聚会 然后唱完的几首四歌 主席就说 好 我们现在一同用这个 舌音方言祷告 看着 都是单音来说 舌音呢 他们叫舌 把舌头打动 就叫做放眼 叫做舌音 哇 把我吓得不得了 都是人为的舌头的音 快跑 但是他们就是 坚持 一定要 Tongue 因为他们说 原文是Tongue 他不了解 Tongue是指的Dialect 但是他们以为 他们很懂原文 所以 汤就是放眼 要用舌音 舌头打动 很容易 每个都舌头动一动 都是个单音 这个是 完全不是这样 但是他们很极端 你没有舌音 没有讲放眼 就是不得救 所以为什么 在香港很多富音派的教会 没有办法接受 这个 零恩第一波 因为 江端已变成一个 很大的极端 连这个 旧恩论 都弄错了 好 解释第一点 看有没有什么问题 第二 认为 圣灵的喜 就是圣灵充满 那这个我们 刚才也讨论过了 基本上是 两件不同的事情 第三 强调看异象 说方言 听声音 过于 研读圣经 领受圣经 更确的话语 那么每个人都自己 说领受异象 神对我说什么话 那么 然后就 在教育里面 把他的领受 就公布 做了很多的混乱 甚至教育的分裂 那么 这些 属灵的 异象也好 或者听到声音也好 其实 都需要什么 两个的验证 第一 牧师的 揭盖 的印证 你领受那个异象 或者听到什么的声音 第一个 你要怎么 叫属灵的揭盖 牧长 跟他们交通 第二 看看 圣经的 验证 你说领受的 是否跟圣经 有 有 有冲突呢 需要这两个的 check 但是 让我们看到 其实 最重要的 启示跟领受 是什么 我们放到 彼得后书 第一章 彼得后书 好 我们读 十九节 彼得后书 第一章十九节 用来 我们并有 所以圣经 先知的话语 这里描写是什么 更确的 预言话语 是非常有权威的 非常确定的 不会有错误的 我们 听声音 或者是要看到意象 解写的声音 或者意象 跟圣经的启示 来比较是什么 解写的意象 跟声音可能有错 也不一定从神来 可能是你个人的魂 又有所思 又有所梦 你如果说一梦 就从神来 不一定 甚至可能 这些声音 是撒旦的声音 也有可能的 要分辨 要分辨助理 所以为什么 我们要追求神 更确的话语 跟启示 是在圣经里面 而且 在神的真道上 才能什么 造就自己 这些超自然的经历 意象也好 或者异梦也好 很多的时候 是为了见证所存的道 是一些圣经的引导 但是神的真道 才能怎么 造就我们 所以 从师奉 传福音的角度 我们羡慕这些 不同的恩赐 知识的言语 把人心里的光景 可以讲出来 把我们前面 该走的道路 他领受神的话语 告诉你 应该前面怎么走 那有一本书 叫做圣灵 这个 英文叫 Surprised by the Power of the Holy Spirit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 看过这本书 Jack Deere写的 他在这本书里面讲那个见证 Jack Deere原来是大了神学院 就业的教授 也是 本来也是 就是在那个保守的环境里面 但是呢 他开始经历到圣灵的恩赐 有一次呢 有个学生 就来找 找他 来 就是 求请 说 哎呀老师啊 我最近很忙啊 我这个作业 能不能再迟两个礼拜再教 然后跟老师就是求请 这个没想到呢 Jack Deere 在跟他讲话的时候 老师对着那个学生讲话的时候 神就让Jack Deere呢 在老海里面呢 看了一个字 看了什么字呢 Pornography Search 所以呢 Jack Deere就现在 招了这个学生 怎么会染上色情呢 那他又很客气 又不想直接 challenge这个学生 就问这个学生 你最近有没有什么坏习惯啊 有没有什么难处啊 让我能够为你祷告啊 那个学生说 老师谢谢你关心 我没有什么问题 都很好 结果Jack Deere就开始生气了 你有色情的问题 哇 这个学生 被老师一讲 吓得 怎么我自己躲在房间 电脑看色情的东西 老师会知道呢 哇 流泪 认罪 悔改 Jack Deere就带他 做一个悔改 一个洁净的工作 从此把这个色情捆绑 从那生命中看到 神学生 被这个色情捆绑 那 这是Jack Deere 他 领受知识的原因 把人心里的黑暗 可以看到 所以 对一方面我们要 领受这些恩赐 是为了服事 造就 造就圣徒 造就目道友 但是记住 更准确的 启示 让我们生命得着造就的 是要回到圣经 所以 Jack Deere 我们很多年前 有请他 带我们工作讲课的 跟艾修人 我们一起请他 他说 他是很客气的 他是个学者 就业的博士 但他常常 就是说 他会有impression 省给他一些字句 或是图画 他通常都很nice 他会很客气 他说 我看到这样一个图画 不晓得对你有没有什么意义 他讲得很客气 就不会说 百分之百 就是这样 所以 就是因为 他也知道 他的领受 不一定百分之百准确 他会跟你说 我看到这样一个图画 想想想想 对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那你记得我们 几个礼拜前 reading的一些同学来 对不对 他们很可爱 用一个图画 那个其实是第一步 真正要谨慎的第二步是 不是看一个外面的图画 是神直接在你里面 把这个人的光景的图画 放在你心里面 你把这个图画讲出来 这个图画对你有没有什么意义 比那个灯塔 比那个画个钥匙 那个只是很初步的 这种有点像 讲得不好听 去去庙里面摇我签 懂吗 你哪个人签 跟你讲都有意义的 你懂吗 他怎么那么准确 我的是四口释迦禅 对啊 所以就是说 一方面要在圣灵的带领之下 但是我的意思是说 你看任何的图画 你都会有一些的correlation 都会有一些的意义的 最准确的不是发个图画 发个签 懂吗 是你为他祷告 Between you and me 神就把你的光景 放在这个服侍的人的心里面 算告出 这样的话 是比较更真实的知识言与恩赐的操入 这个是要今生的 所以 这些 只是为了去造就信徒 让人看出神如此真实 神如此爱我 透过一个先知 把我的光景跟需要讲出来 但是 就像我讲一首说的 更确的 更准确的话 是圣经 所以要把这个服侍跟生命的造就 把它分得很清楚 所有的恩赐 都是为了这个教会的建造 为了这个传福音 为了造就 圣徒的一些的需要 个人我们需要在神的话里面追求 有时候真的是写着以蒙给你看那个图画 我自己最确定的蒙造的经历就是 很清楚四个图画 清清楚楚 会有图画 但是他可能是为了祷告人 他直接领受到这个话嘛 对不对 这个是神直接跟他说的 而不是单单只是那个图片 所以这个是神会把你的光景情况 直接感动他会讲出来 那这个是比较准确 而不是单单只是给你一个图片 这个图片对你有什么意义 你懂吗 任何的图片对你都会有意义的 懂吗 就好像他们去庙区摇个签 每一个签读出来都一定有意义的 都会有correlation的 那个是很初步的 你这个是很明显是神直接感动他 懂吗 他会讲出来 好 我们进到number four 很多追求灵恩的人 他们很注重感情跟肉体的经历 experience 追求圣灵的恩赐 经历过于圣经神的话语 跟生命的追求 跟生活的现象 在聚会里面 不是专心地听到 在聚会里面 他好像要等圣灵交换 牧师讲到的时候 他不注意听 反而牧师讲完道的时候 他第一个涌出来 请牧师给他祷告 圣灵击倒 追求这个 你懂吗 希望倒下来 发热发麻 看异乡啊 做异梦啊 讲方言啊 把重点放在 这些圣灵的经历 圣灵击里面 好像没有发麻 都觉得没有神的同在 就是用这种肉体的经历 取代了 神话语的应许 跟信心的领受 所以每个聚会呢 都要来感觉到一些东西 那其实感觉是什么 很多时候是不真实的 而且永远经历 不会真正地满足一个人 肉体的感觉 就像吃喝一样 吃了喝了还要再喝 永远不能真正满足一个人 所以不是去追求 那个属灵的经历 真正要追求的是 在灵里面 内在的生活 话语的领受光照 这个才是重点 但是不知不觉 很多人都是 就是停留在那个 第一次被圣灵浇灌 充满的那个经历 发热啊 发麻 发抖啊 会哭啊 会笑啊 会倒在地上 以这个作为 追求的一个目标 好像每一次聚会 都一定要倒 不倒好像就没有遇见神 没有哭就好像没遇见神 所以在中国也有这个 重生派 不哭三天 表示你没有得救 没有重生 用一个经历来定义 一个事情 所以不是追求经历 但是我们也不否定经历 因为我们也需要 在神的怜悯里面 有一次或者两次 在我们真的是 很软弱的时候 我们有一些的经历 能够去感受到神 这种是属于我们上礼拜讲的知识言语里面的 就是把人奥秘的光景知识 神启示出来 所以属于 启示性的恩赐 所以我就说 这种图画呢 是属于 very elementary的一些做法 甚至我觉得 不应该 用在实际的 你在教室里面 操练一下可以 但是拿出来事封呢 会舞蹈人的 我刚才有说 随便一个图画 随便一个庙里面 一个签拿出来 给你看 这段话对你有没有什么意义 有个讲的头头是道的 因为我们的人生经历 是很多方面的 总会碰到 有correlation 所以 比较成熟的 恩赐的彰显 不是拿个图画出来 那是神直接把这个意象 像刘主春牧师 他就为了祷告 我现在来到神的宝座前 我现在为了祷告 我都看到什么什么什么 很准确的 神都把一个 你类型的情况 环境的光景 一个图画 就启示出来 然后他就 就把他所看见的跟你讲 当时你没有讲出来 没有讲出来 就要讲啊 你要平心心 这个就是work 小组里面的work 那么多人在 因为这个 这个话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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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意识的这个情况 我 就没办法放在前面 那你可以私下 结束之后 单独跟他讲 因为这个呢 一方面会造就他 同时也造就你的恩赐 你 所以 所以这些东西都要 很勇敢的 真的是launch out 要很勇敢的 很牵扯的 我现在有一种感觉 对 就像Jack D 他说 我看到这个东西 不晓得对你有没有什么意义 关于这个事实太敏感了 知道吗 关于说出来 就是多吵就有可能 知道吗 那这个 做先知就是要挨骂的 有时候 懂吗 你要做先知 你就是 对 所以你要操练这个恩赐 关于 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 我就看到这个 我也不知道怎么知道 然后我心里也就知道 对 那为什么是这样 然后你就这个礼拜 去找这个弟兄 印证一下嘛 跟他谈一谈 然后让他也知道 神是那么的真实 神知道他的光景 神也透过你来提醒他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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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跟你们讲一个见证 这个葡萄园的创办人 有一次他坐飞机 有一次他坐飞机 坐飞机旁边 一个gentleman 在旁边呢 是个女士 那 John Lemberg就坐在飞机上面 然后飞机就起飞了 但是突然间 起飞的一段时间呢 神就感动 John Lemberg 要问隔壁的这个gentleman 这个男士 Do you know Lender 神就感动他 要问他这句话 他就鼓起勇气 问他 Do you know Lender 结果没想到这个男生 一听到Lender这个词 脸色发白 害怕的不特别 旁边坐的是他太太 结果他就马上 拉着专门 比如说 我们到楼上 那个飞机是可能 是两层的 就把他拉到上面去 就问他 你怎么会知道 Lender是我的朋友 How do you know Lender is my friend Yes I know Lender 那John Lemberg 会问傻了 你为什么会问这个事情 你知道刚才神给 John Lemberg 第二个字 另外一个很清楚的字 Adultary 淫乱 他就很勇敢 傻傻的 就把这个字讲出来 Adultary 哇 原来这个男生 跟Lender是 这个Lender是他小三 是他的情夫 情人 他怕得不得了 妈一被老婆知道 他完蛋了 穿布啊 懂吗 结果 两句话 把他所有的问题 讲出来 Do you know Lender How do you know Adultary 这个男士 马上 真的是害怕 然后John Lemberg 抓着这个机会 说是神 爱你 在寻找你 所以把你的问题 跟光景 告诉我 所以他们是在 最靠近天堂的高空 做厥死祷告 Hallelujah 这个就是启示性的恩赐 知识言语 把人的光景 同样的 你有五个丈夫的 同样的 很清楚的 对 因为使徒 有这种的恩赐的话 是比较权威性的 因为使徒 也没有达到 耶稣基督 因为耶稣基督 是完全的神性 要见证 祂是神的儿子 祂不能做一个 使徒 也不能达到 耶稣基督的 这种的地步 但是 使徒的 恩赐的 准确性 可能达到95% 那 我们不是使徒 没有达到 见证使徒的位分 那 只有一种 信徒的恩赐 每一个的恩赐 的成熟度 都好像 讲道的恩赐 的成熟度 每个都不一样 有些人达到 可能 他为十个人 祷告义病 可能有一个 就已经很不错了 但使徒可能 十个人来 可能九个得到遗址 耶稣是百分之百 所以恩赐 有不同的程度 更成熟 所以 你没有达到百分之百 不一定代表 你是假的 不像就与的先知 是先知 你所讲的 没有 对证 你就是要被死者 打死 那个是 先知的职份 跟恩赐 是对等的 但是 我们不是说 在这个先知 使徒的 位分上面 这个职份上面 要需要百分之百 我们只是 恩赐 对了 假如有这个职份 就会更准确 更全备 所以我上礼拜 不是讲的 使徒的职份 他的恩赐 就可能更准确了 他的 或者用 医病的恩赐 来见证了 使徒的位分 他可能 就更明显了 所以 千万不要说 我没有达到百分之百 知识言语 操练 有时候会讲错 这又被死者打死 不是这种 我们要 凭心心 继续去操练 那我过去 幕会的时候 也常常用 知识的言语 为人祷告 有一次 我去探望一个姐妹 我走之前 我就为她祷告 一要祷告的时候 我马上看到 好像 他的生命像一棵树 但是呢 好像这个树呢 歪的 所以我就说 你身体 是不是觉得很不舒服 是你的直锥 是有问题 他说对 他的直锥是歪的 所以我就为他的直锥 祷告 所以就 能够很准确 target他的需要 为他祷告 所以 求人给我们各方面的恩赐 特别在牧养教会 医民的恩赐 知识的言语 那还有一次 我为一个会友祷告 祷告到 就是觉得 那是不是祷告 是在异幕里面 神让我看到他的光景 所以我就打一个电话 问他 我说 你是不是 除了你丈夫 也有一些 别的朋友的关系 问得很含蓄 但神在异幕里面 给我看到是 他有 分外情 这个女孩 结果 我一问他的电话 哭得 哭得话 他说 完牧师 你怎么知道 我正在为这个事情 真的是痛苦 认罪 我不应该背叛 我的丈夫 我在上班的时候 被一个男同事 追得实在没办法 就跟他上床了 但是我每一次 后悔都不得了 我被这个罪捆绑 都不知道怎么办 我感谢神 透过牧师 把我这个罪光照出来 从此我不敢再犯罪 原来神知道 神也看见 他就在电话里面 跟我一直哭 一直认罪悔改 后来就完全脱离 那个罪 假如不是神给我 一幕 我根本不可能 知道她有这个问题 在纽约上班 丈夫很支持她 很爱她 根本不可能想到 太太背叛她 但是她说 实在被这个男同事 追得没办法 这个男同事 又英俊 又潇洒 又殷勤 又讨她欢喜 每天送她一个玫瑰花 每天中午就陪着她吃饭 跟她聊天 哇 实在追得她 没办法 再感谢神 透过这样一个服饰 她被更新 她都被复兴 她的家庭就没有被破碎了 否则 她的家庭真的会破碎 所以我也讲得很客气 懂吗 我说不知道 除了你丈夫之外 有没有别的关系 做成你的困扬 她就开始讲 我说对 神音在梦里面要我看到 他讲出来 我们再讲具体一点 但是Jack Deere 他就很offensive 他就说 Pornography 一个字 就把那个学生 吓得不得了 那这个事情呢 几年前在我们神圈也发生过 我们有个学生 也是Pornography 但神就让我看到 我就抓了个学生 在他车里面 跟他谈了一个多小时 他一个一个承认 我就在车里面 带着他祷告认证 把那个Pornography看断 没有神其实 你不可能知道的这种事情 其实你们有些的问题 跟光景 院长是知道 我是不能讲 有些人也不想讲 但是神有会让我知道一些 你们同学一些问题跟光景 为你们祷告 好 那 第五 他一个强调神医的必然性 composary 还记得吗 A.B. Simpson 甚至说 救恩 包括了医治的恩典 那我把那个 以赛亚书53章 那个 印着你的边上的 我的意志 我把这个的原文的解释 发给我们希腊文 这个希伯来文的课的同学 但圣灵神学的 我还没发给你们 那还记得吗 那个得意志案的原文 这个意志是指叫什么 看到吗 我们上希伯来 这指叫national restoration 讲到national favor 神让他们再次得夺了神的恩宠 平安 跟恢复 所以回去看那个资料 很多的经文都是指到这个 而不是指到个人的肉体的医治 那么狭窄 national restoration or national favor or national peace 然后我们中文 放到康泰 这个康泰不是指到健康 而是康泰是指到平安 peace 那当然这个也是官服到 是否得意志 是神的一个主权 不是说 只要你的信心百分之百 你就能够百分之百得意志 你一直没有得意志 一定是你的心心不够 不然就是你有罪难得 只是隐而未宪的罪 所以神不听你的祷告 所以你没有得意志 不是这样的论斗 师父得意志 有神自然的定律 也有神的一个主权 跟美意 所以不是像极端的灵恩牌说 救恩包括了医治的恩典 每个人都应该得到 你没得到是你没有信心 所以很可怜 我以前认识一些算道会的弟兄姊妹 他们就是受到A.B. Simpson的教导 有病真的不敢去看医生 假如一看医生被牧师知道 就算你有罪了 因为不信的就是罪 懂吗 看医生都不敢去 是这样啊 你要凭信心祷告 你要认罪悔改 没有罪的拦阻 迫切祷告 你病一定会得意志的 因为他的边伤 他的救恩 包括了医治 是这样教导的 你死是因为你心心不够 所以什么都怪到你头上就对了 本来是应该不死的了 本来是应该没病的 你有病的 表示你心心不够 或者有罪 所以他们基本上 把这个经文错解 同时否认的自然恩典 跟自然定律 对了 你心心不够 你心心过一个活到两百岁了 没有病痛的 A.B. Simpson也是活到 大概好像八九十岁就过了 过去了 等下我们会看到他一个照片的 OK 所以 很可惜啊 这些 我们伤心有神医 但是 神的歧视 神违反他的自然定律 违反了这个原罪的咒诅 的定规 是为了什么 见证所传的道 是为了福音的人物 所以 不是说我们信了耶稣 就除去了所有原罪的咒诅 胜老病死 没有 但是 这个医子的恩典 可以见证 耶稣真的在实际下 除去了我们的罪 是用来见证这个救赎的真实 所以 祷告 你并会得一致 也是个见证 而不是一个 entitlement 好像你 信的耶稣 一定得到这个 所以我提到 在新耶圣经里面 有应许 信耶稣 一定得到什么 一定能得到的 永生 还有呢 罪的赦免 还有呢 一定得到的 圣灵的类数 还有呢 还有什么 与神和好 对不对 还有呢 荣耀的盼望 成为天父的儿女 对不对 其实是一定得到的 但是你在信耶圣经 找不到一个经文说 你信耶稣 病得一致 没有这个允许 但是 病得一致 可以见证 耶稣的救赎是真实的 它是 真的是你的救赎 见证所传的道 但是 神可以用 不同的见证 用不同的方法 来见证 所传的道 我们将来在 祷告神学里面 会讨论这个问题 马可福音 耶稣就跟那个福气说 你如果信 在信的人 凡是顿王 但是那个福气怎么说 我信 他我信不信 求主来帮主 家庭 因为你马上毕业 我就顺便跟你讲一下 不然免得你 email来问我 我们翻到马可福音 看一下这顿经文 这个祷告跟得意志 或者信心得意志的关系 我们很简单说一下 我们翻到马可福音第九章 第九章 我们一同来看 这个 二十三节 一同来 在信的人 凡事都能 就是你刚才所说的 但是注意 这个福音怎么说 我信 但我信不足 求主帮助 我们的信心跟祷告 是什么功能呢 是知取神为你所预备的 医治也好 丰富也好 经济也好 神对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一个预备 我们的祷告其实是知取 绝对不是神没有预备 我们的祷告摇动了神的手 所以我每次唱到这首诗歌 我都很害怕 我们的祷告那么厉害 神本来不要 你摇动人的手 谁做神 你摇动人的手 你是神 你比神更聪明 神啊你搞错了 你怎么不施恩 我来祷告再摇一下你 再摇一下你 摇你巴巴的手 可以 摇父神的手 没有办法 我们的祷告是知取 神为你生命中的命定跟预备 假如神有这样一个预备 神也会 把一个真实的信心 俗天的信心 教官家给预备 但是我们人需要有个信心的器皿 就是你的意志的信 就是这个父亲所说的 我信 谁不愿意信我的儿子的意志 谁不愿意说我的教会有四万人啊 十万人啊 这个是你的意志的信 懂吗 假如你这个信 是有神的预备的 神会加添你的信心 我信 人自己的信是不够的 我信不足 求主要加添帮助 假如是有神的预备 神要医治的话 神会把一个赎天赎令的信心 同时也加在你的里面 你有了这个 从神来的信心呢 外面说一千个no 你都不会摇动 神助是给刘东布是一个五千人的意象 大家都说不可能 不可能 在弯曲不可能 不可能 但是他的信心没有摇动过 我这两个礼拜一直跟他联络 感谢神 今天终于排出他的时间 九月份又来 我们学校讲这个 教会的这个增长跟领导 他又来我们学校再讲一门课 假如这个是从神来的信心 外面环境怎么摇动 怎么说不可能 你里面还是不会被摇动 因为这个信心是从神来的 说好像神应许要不让你的子孙 天上的心海边的沙那么多 圣经说在一无指望的时候 因信还有指望 还是不摇动 因为就是神 把这个应许 同是信心 架在他里面 所以是这样的信 白日顿 假如你这个信心的祷告 你这个俗电的信心 你这个信心是从神来的 你一定会知识到 神为你所预备 你不能说神没有这个安排 你只祷告出一个东西出来 神就给你盖印 我最不喜欢盖印的 你不要都决定了才来找院长 你都决定了才来找神 神好像要照着你的方式来 帮你成就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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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知识 但是问题 耶稣说你不能论断 我们不知道 我们只有 你看亚伯拉 倒过了25年 假如他论断的话 他放弃了 也就 就没有了 但是他不会放弃 出于神的 他不会放弃 但是问题 我们当时人 我们不敢论断 我们不知道 好像谁是神所拣选的 我们不敢论断 我们就只有拼命努力地去传福音 神又没有为你生命预备 一百万 五万人的教会 神是否有意志 我们只有拼命地祷告 我们不敢论断 所以你的信心跟祷告 永远得胜的 If you don't stop your prayer If you don't stop your faith You are always victorious 环境永远不会把你打败的 神特别有恩高大卫 让他